第二次看 就是上次海南的时候我也在 那你应该是朱一龙的粉丝吧 他会说我是您的粉丝 那你就是 然后 其实上次回去之后 我就一直觉得就是朱一龙的那个 还是朱一龙粉丝 竟骗 面部神经济的控制非常好 然后我就一直练 然后我跟我朋友说 说我练完之后就感觉 没事总想跟人wink一下 然后这次我是想问 就像何飞这样一个 我 好吧我是朱一龙粉丝 还是说实话 就是何飞这样一个 我觉得和朱一龙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角色 您是怎么会想到 选朱一龙来演何飞这个 比较 就是关于雪橘的问题 其实是这样 我相信这里面有很多 一龙的粉丝 然后我相信一龙的粉丝 包括未来就真正爱他的观众都会觉得 因为我是戏剧学院 我就是学表演 我刚进戏剧学院的时候 我们老师告诉我们一句话 不要爱你心中的那个角色 不是要爱你心中的角色 而不是要爱角色那个 那里面的那个你 其实我们戏剧最重要的 演员最重要的终极任务就是塑造一个 又一个不同的艺术形象 一个一个的角色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永远得到你们的爱 否则的话我们的容颜也会老去 对吧 我们的身体可能也会发福 然后会有一代又一代的漂亮的男孩女孩出现 那我们靠什么才能远远不得到得到真正意义上那些理性的观众的热爱 那其实只有通过一个又一个不停的经典的角色的塑造 一次又一次不停的超越自己 才有可能永远留住你们的心 所以我一直觉得一个演员应该勇于尝试新的这样的角色 因为确实我跟一龙刚刚接触的时候 他有一点点这样的顾虑 但是后来我就用这样的画术也给他洗了脑 对 但是其实我相信会有更多的观众会通过这部片子 可能爱上不是朱一龙 或者是偶像朱一龙 而是演员朱一龙 因为他在这里面完全塞造了不同的一个 这么丰富的一个形象 大家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好多不同的样子 因为我一直说 我说一龙我特别自己都想演 要不是对 然后我年龄大 就我真的觉得我这个 我说没有摊上这样的角色 我自己很都 我在我就是当演员的那个时间 我这些这些话我有的时候也会也之前也跟浩然说过 我说就是看现在能演这么多这么丰富的类型的电影 我说我在我们主力演电影的时候没有那么多可以选择 我说是是特别幸运的 然后一龙的呈现最后真的像大家我相信 都会觉得没有失望 因为我一直不希望让大家看到一个演员就是觉得 他一定有问题 他是个坏的 或者他 坏起来 大家又不相信 然后因为我看过一龙之前的作品 我发现他是一个可以塑造能力非常强的一个演员 然后我又希望他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大荧幕作品 我更希望能给大家更多的惊喜 我觉得就是他其实是真的合飞的国二人选当时在我的心里 所以我对就因为这个这个呃 特意跟他喝了顿酒 就来就说你要放下这个包袱 我说你的真正的观众 你的你的真正的影迷会一直爱你 然后 沈默